我们先取下来前面这个生片之后 我们就会一般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变成是小狗这个背部的地方 将衣服剪裁布块重新排列 设计师周玉颖用他的巧手 把二手衣改造成宠物衣 穿不到的旧衣不再只有丢弃的单一选择 也可以透过创作来延续他的生命 像是可以变成一件件毛小孩穿的衣服 或是风衣跟抱枕 没有同款这项特点 每一件产品都是独一无二 一般市售的小狗的衣服应该说比较平价一点 所以他用的材料必不像人这样子烤酒 那像这个风衣 其实我们是用一开始人的服装 他除了是抗UV之外 他其实还透气 所以对小狗在活动来讲是很舒适 对周玉颖来说 只要懂得创作废弃物也能华丽转身 以永续时尚为核心理念 赋予淘汰的旧衣 无限可能 大概二十几年前 跳舞市场就买到了差不多 三十几片的这样的Top Gun的会照 那刚好最近我觉得 汉卫战士2的热潮很风行嘛 我们就把它重新拿出来 然后把它给贴在我们的 这个原本的背心上面 把垃圾变黄金 连Nike Levi's也都抢着跟他合作 把回收牛仔裤一一拆解 重组制作成椅垫盆栽套或是虎皮地毯 这样一来不仅结合美学与环保 也符合消费者的日常需求 然后主要我们是分解那些牛仔裤 然后保留牛仔裤的细节 拉链拆掉 然后做成像立体的老虎的牙齿跟老虎的轮廓 然后主要是这些打劫车 也是我们有一季19SS 我们剩余的那个边角料 然后把它做成像老虎的护须这样 我的服装其实因为都是90% 来自于一些不管是服装 或者是购物袋边角料重新再制 对我来讲 这世界上应该没有所谓的垃圾 就是看你会不会再去利用再制造 那重新组合 其实都有一些新的应该讲说可能性 就干脆把这些购物袋全部组合起来 做成一件裤子 那上面有非常非常的购物袋 而且都是可以使用 而随着快时尚产业流行 换季步调快 营业额屡创新高 但却也耗费更多资源 日系服饰品牌大厂也投入循环经济 展开旧羽绒回收再生计划 目前在全球已经回收了78万件 将羽毛羽绒清洗消毒后 制作出百分百回收羽绒制成的羽绒外套 那我们最终是希望就是达到就是做到一个服装 真正的一个循环的一个经济 所以我们透过就是羽绒服的一个回收 然后进行一个减料跟分类 然后还有就是科学的一种再制的技术 它可以变成一个崭新全新的一个回收制成的一个服装 而根据联合国指出 时尚业每年购入的纺织品中 有85%会被当成垃圾掩埋 因此近几年时尚产业在设计上 纷纷将环保纳入其中 法国时尚精品就运用回收羊毛 会有金棉花创造出经典老花图案的毛毡包包 日本生活杂货品牌也推出鱼线系列 将多余的线设计成色彩缤纷的运动袜 短袖T恤 剩多少做多少当限量商品出售 像Alovia或者是像是Longshan这种包包 其实都不断的在推出这样的产品 那改造类的应该讲说所谓的Upcycling 再制的像那个Marine Sailor或者是Boat 就是纽约的牌子 蛮多牌子他们就是走不同的路线 就除了回收布料之外 这种二手艺的话 我相信现在从各大时装走 像我们X家纽约时装走 我们就有很多品牌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环保律史上早就成为趋势 让多余的东西都有存在价值 物尽其用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独一无二没有时间性的永续时装 成未来趋势 TVBS新闻李伟华留言宣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